小小咪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啊 馬皇后 馬皇后 哪一個 哪一個是馬皇后 哪一個圖片是馬皇后 這邊的都不是欸 不知道有沒有在後面 也沒有 馬皇后的故事沒有在封面上面 封底也沒有 那我們直接翻進去看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中國童話1月的故事 春天1月的故事的馬皇后 是幾月幾號啊 我一直開玩笑她的名字 對 你為什麼要開她的名字的玩笑呢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1月15日 喔 過了一半了 我們已經講完半本了 1月15日元宵節 仁慈的馬皇后 等樓上畫了一個很難看的婦人 馬臉 大腳 懷裡呢 又抱了個大西瓜 這該不會就是馬皇后吧 有可能喔 小朋友一定都看過春蓮吧 每到過年的時候呢 爸爸除了在家裡的大門貼上門簾 還要在門中央貼一個大大的福字喔 如果你看見爸爸把福字顛倒過來貼 那可並不是貼錯了 福貼到是表示福氣到了的意思 人們為了在新年討個吉利 所以想出來這麼有趣的花樣 所以它是一種雙關於 福字倒過來就代表福氣到了 關於新年的貼福字 有一個由來喔 有一則跟明太祖的皇后 馬皇后有關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今天 也就是元宵節 馬皇后出生於貧窮的農家 她雖然長得並不好看 卻十分能幹 心地也非常仁慈 明太祖後來 是女生吧 對啊是女生啊 皇后都是女生 明太祖後來能成為明朝開國的皇帝 一半要歸功於馬皇后對她的幫助 因此啊 明太祖非常敬愛她 所以馬皇后有過人之處 她有很多優點 我們來看看這個故事 在明太祖剛剛統一中國的時候呢 元宵節又到了 人們因為經過了長久的戰亂 好不容易生活才安定下來 因此啊 這個元宵節顯得特別熱鬧 你知道什麼是元宵節嗎 還記得元宵節我們吃了什麼嗎 對啊 我們吃了湯圓 我們沒有吃元宵 我們吃了湯圓 就類似是元宵的東西 等一下你也會有那個紅豆湯圓可以吃 元宵節的晚上呢 明太祖在宮裡 換上老百姓穿的便服 帶了兩名隨眾 悄悄地出了皇宮 想去看看老百姓慶祝節日的情形 到了城裡啊 大家都在盡情的歡度元宵節 明太祖看到一片燈火輝煌 武師耍龍的鼓聲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不斷地傳來 小孩子們都穿戴了新衣新帽 笑呵呵地提著燈籠 一群群地走過 還有很多人聚在廟前猜燈迷 一張張寫好了的燈迷貼在大燈籠上 大家匕首畫腳地猜著 猜中了就有獎喔 我們也可以來猜燈迷耶 可以準備些獎品給你 明太祖突然興致來了 帶...嗯? 沒腳用牌子走路 你猜是什麼動物 是什麼動物?沒有腳 喔 蚯蚓 那是昆蟲 蚯蚓是昆蟲不是動物喔 還有蛇 蛇是動物沒錯 好 那我們繼續看 明太祖突然興致來了 帶著隨仲幾道燈迷的人群裡 想湊湊熱鬧 這時啊 台上正掛著一個特別大的燈籠 上面畫著一個婦人的像 畫裡婦人的臉很長很長 有點像馬臉 他的腳非常大 穿著一雙像龍船一樣的鞋子 懷裡呢還抱著一個大西瓜 旁邊寫著一行字 猜當今一婦人 所以這個婦人到底是誰啊 她應該是個名人吧 不然別人怎麼會知道 明太祖看了呢 心想 這個婦人是誰啊 怎麼會有這麼醜的人呢 她想了半天 猜不出來 忽然人群中有一個小孩 舉起手大叫 我猜到了 我猜到了 這個人啊 就是馬皇后 馬皇后長這樣啊 哦 大家都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接著哈哈大笑起來 明太祖大吃一驚 怎麼會是馬皇后呢 原來啊 明朝時一般的女孩子都流行過小腳 馬皇后從小生長在貧苦的農家 必須夏田耕種 所以沒有過小腳 而有一雙天然的大腳 又因為馬皇后姓馬 出謎題的人呢 就畫了一張長長的馬臉 她又是安徽省的鳳陽縣人 一般人都叫這個地方為 什麼 懷溪 所以呢 她又在她的懷裡面 畫了一個大西瓜 哦 所以是因為這些典故 所以你看馬皇后 她長這樣子 她把她畫成這樣 可是實際上應該不是長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明太祖看了以後 會不會很開心還是很生氣 很痛啊 那小心一點不要去撥她 嗯 你覺得如果是你 你聽了會很開心還是很生氣 有人把你畫成像馬一樣 會生氣 而且還把你的腳畫跟船一樣大 其實當時裹小腳是很辛苦的 正常來說是不應該裹小腳 限制腳腳的生長 明太祖呢 好不容易想通了 這才知道百姓在嘲笑皇后 嘲笑她的貧窮與難看 她非常生氣 心想 馬皇后心地那麼善良 百姓卻不知道 反而只注意到她的外表 而且還嘲笑她 實在太可惡了 我一定要處罰這個出題目的人 還有主持這次猜燈迷的人 皇帝生氣了耶 她不開心 不喜歡人家這樣嘲笑她的皇后 做了這個決定以後呢 她的隨眾很快就去打聽出這兩個人的名字 而且呢 還在他們的家門上用紅筆寫了一個大大的福字 作為捉人的記號 等明天元宵 呃元月十六日過完年 就要派人來捉他們 嚴厲懲罰一番 明太祖怒氣沖沖地回到皇宮 馬皇后出來迎接很關心地問 嗯...你看到什麼有趣的事沒有啊 百姓們是不是都很快樂呢 沒有想到明太祖卻沉著臉 憤憤地說 什麼有趣的事都快氣死我了 馬皇后覺得很奇怪 就問她 你氣什麼呢 明太祖本來不想把財登迷的事告訴皇后的 但是經不起她再三地追問 終於把事情老老實實地說出來 馬皇后聽完啊 知道老百姓嘲笑她 心裡很難過 低著頭不說話 明太祖拍了拍她的肩膀說 你不要難過了 我已經決定明天要嚴厲地處分他們 馬皇后很驚奇地抬起頭來 問道 你知道燈迷是誰做的嗎 明太祖點點頭 我已經打聽出來了 而且已經在他們家的大門上寫了一個福字做記號 紅色的大字洗也洗不掉 明天只要去看誰家的大門上有福字 捉來治罪就行了 馬皇后聽了心裡著急的不得了 卻明太祖說 你千萬不要為了這一件小事就治老百姓的罪 尤其現在是過年 大家開開玩笑熱鬧一下 何必認真呢 明太祖卻堅持說 你不要管這件事 我已經下定決心 非要重重處罰他們不可 馬皇后知道多卻也沒用 就不再說話了 但是她心裡已經有了另外一個主意 他有什麼主意啊 你覺得 你覺得他會救那些人嗎 還是會讓他們被處死 不知道喔 他等明太祖上床以後呢 偷偷派人在城裡每一戶人家的大門上 都有紅筆寫上一個大大的福字喔 筆跡與大小都同明太祖隨眾寫的那兩個字很相近 第二天明太祖果真派人去捉那兩個人回來治罪 派去的士兵走進城裡 卻發現 欸 怎麼每一戶人家的大門上都有一個福字啊 這樣怎麼找啊 根本分不清到底是哪家人應該要捉回去啊 沒辦法 只好回去向明太祖報告 明太祖不相信 親自跑去看了一趟 果然家家戶戶的大門上都有一個紅色的福字 她想了一想 突然明白 這一定皇后做的事 回到宮裡一問啊 馬皇后也承認了 馬皇后說 我不願意看到你為了這件小事 傷害了無辜的百姓 停了一停 她又說 而且我本來就長得不好看啊 他們用燈迷來笑我 其實是一種親切的表示 我們不應該生氣的 更何況 你身為一國的皇帝 應該關心國家大事 不是這種芝麻綠豆的小事啊 明太祖聽完了這番話 想想也有道理 就不再追究這些事情了 這個消息呢 很快從皇宮傳到老百姓的耳朵裡 大家知道 馬皇后是這樣一個仁慈善良的人 再也不敢嘲笑她 反而非常的感激她 愛戴她 從此以後啊 每到過年時 人們都在大門上貼一個大大的福字 一方面是紀念仁慈的馬皇后 另一方面也是討吉利的意思喔 所以原來貼福字的由來是這樣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個人的外表 並不是這麼這麼的重要的 重點是她內心是不是善良 她的腦子裡也沒有智慧喔 我有智慧 你有智慧嗎 所以你都會想辦法解決問題對不對 而不是只是追求 我要穿漂亮的衣服 我要好看的鞋子 這些東西 所以這就是 仁慈的馬皇后的故事了 我覺得還蠻好聽的 你看 這是古代的時候 他們慶祝元宵節的場景 剛剛沒有仔細的看 大家會把那個燈籠掛起來 然後小朋友會提燈籠 那時候還有拖的燈籠 長這樣子 然後呢 這是猜燈迷大會喔 這邊有寫燈迷大會 然後上面有一些問題 像四個腳 或是四十八個頭 湯這些燈迷 然後大家就是猜東西 猜不同的東西 你在看有什麼東西四十八個頭 四十八個頭 對 不知道耶 你知道答案嗎 怪獸嗎 有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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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不猜燈迷了 故事就講到這裡 這就是仁慈的馬皇后 結束了